來 今天請余余老大來幫忙做示範 當然一定祝余余老大接下來一次考上營養師 就像我們夥伴一樣 一次就過喔 就一定要平平下去 好來 那現在我們第一個 我們先檢查我們的水跟一些開關是不是正確 好 第一個 把它打開 對 把它拉出來 整個拉出來 好 然後看一下水的話 一般而已要過管線 那一般我們學長在教授 就是要剛好切齊那個底部 好 OK 這樣就看得到 好來 然後呢 檢查這邊打開再關起來 打開是這個方向 打開 打開 那是關緊 打開 打開 關起來 好 關回去 關回去是這個方向 那也就是說確定它是在關的狀態 因為有一次沒有關就整個卸光光 好來 然後氣拔 還氣拔打開 關起來 好 關起來 OK 好 確定一切正常 水正常 這邊正常 一般這邊不用太緊 不是把它擰化 因為它裡面會有那個螺紋 這邊打開關起來 OK 好來 這邊都OK的時候 來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拿一個籃子 拿個籃子到旁邊來 好 那再次說明 再次說明